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拽着他向火海深处扑去 今天的读书给大家讲述烈火英雄杨鹏的故事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伟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两张照片 咱们先来看左边这张 左边这张照片上的小伙子 很明显他的皮肤曾经经历了严重的损伤 而右边照片上则是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可是您能看得出来吗 这两张照片上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照片当中这个小伙子名叫杨鹏 是海军的一名年轻军官 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让他经历了如此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就翻开这本 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由杨昭辉所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我们在书中去寻找答案 书中有这样一个段落 让我大为震惊 经诊断 杨鹏全身烧伤面积达90% 重度吸入性损伤 脉搏每分钟180次 24小时之内 书液达14000毫升 书写达4000多毫升 原来杨鹏经历了严重的烧伤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要从2010年7月21日说起 书上是这么说的 一辆载着46名乘客的大巴车 缓缓地驶离长沙黄花机场 而后在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急驰 军人杨鹏就是这46名乘客当中的一个 他好不容易跟部队请了假 想着即将可以见到惦念已久的父母 心里有一种忍不住的喜悦和激动 然而杨鹏不知道的是 在这曼妙的景色背后 一场可怕的灾难正在朝他们慢慢逼近 我们来看书中的描写 15点56分 大巴车上一个中年男子突然反常地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点燃了手里的尼龙包 他狠狠地扔到车厢靠后的过道上 那一瞬间火苗腾空而起 车内顿时大乱 竟然有人要蓄意纵火 这可是严重威胁到了乘客生命安全的大事 那么此时杨鹏会怎么做呢 咱们接着读书 杨鹏此时大吼一声 大家不要急 有秩序地走 这时候 杨鹏一边指挥乘客 迅速有序地从车门撤离 一边冲向着火点 他抬起脚 奋力踩踏着着火的地板 我们不难想象 此时此刻大巴车内的乘客 都已经乱作一团了 同时随着大火的蔓延 滚滚浓烟也让人感觉到呼吸困难 这时的车厢里充斥着咳嗽声 尖叫声呼救声 可就在杨鹏奋不顾身扑火的时候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书中说 红色尼龙蹄包 突然发生了爆炸 熊熊烈焰立刻就吞噬了整个车厢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说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 如果说不赶紧下车 人不仅有窒息的危险 还有被大火包裹在这里面烧死的危险 那么站在生死边缘的杨鹏又会如何反应呢 我们接着读书 杨鹏没有退缩 他拼命地推着乘客往外逃生 多数乘客陆续地逃离了车厢 而杨鹏自己却被烈火裹住了 幸运的是 他离车门很近 眼看就可以逃离危险之地 然而就在此时 意想不到的情况再次发生了 书上说 车厢的后面突然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呼救声 那声音撕扯着杨鹏的心 又拽着他向火海深处扑去 原来在浓烟烈火当中 有一名女乘客正在破碎的窗前挣扎 然而此时的杨鹏由于穿越火海 身上也被火焰灼烧得极为疼痛 那么看到此情此景的杨鹏又会如何去做呢 书上说 他忍着剧痛 奋力把女乘客从窗口推了出去 就在杨鹏觉得能松一口气的时候 更为糟糕的情况出现了 书上说 烈火更加疯狂 火焰吞噬了车顶 大巴车完全被浓烟笼罩 说到这 您一定会忍不住要问 那杨鹏怎么样了 他还没从车里出来啊 我们继续来读书 这时杨鹏浑身犹如刀割一样疼痛 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 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继续在车厢里摸索着 寻找着 正是杨鹏 可以说杨鹏是用燃烧着的血肉之躯 保护了44名乘客的生命安全 那么杨鹏接下来又怎么样了呢 生命垂危的杨鹏被送进了当时的解放军第163医院重症监护室 这便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难 由于杨鹏遭受的是极其严重的烧伤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医院把所有的抢救措施都用上了 抗休克 抗感染青窗面 24小时之内 书液达到了一万四千余毫升 书血达到了四千多毫升 就这样 杨鹏熬了整整半个月 这才脱离了死亡线 然而 他的脸 却再也回不到 过去的样子了 如果说杨鹏出于本能的自己逃命 那么依靠他的身体素质 他完全可以做到毫发无伤 但是 如果没有他的见义有为 那么死伤的人数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个人利益与人民安危之间 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程 这是怎样的无私和无畏 从昏迷中醒来 杨鹏对家人说的第一句话是 不要给部队和组织添麻烦 提要求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话语 而在这铿锵有力的背后 是一名军人的职责和担当 生死抉择 彰显的是英雄本色 紧要关头考验的是赤胆忠诚 每一名敢于为了人民的利益 而牺牲自我的人 都是和平年代的真英雄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